大家好 2019年發生黑暴事件 我們看到網上有非常多的起底行為 威脅了很多警務人員、公職人員 和很多市民的生命安全 網上亦有很多虛假資訊 例如沒有爆眼的爆眼女 新屋嶺強姦事件 太子站831死人等等 其實都是這些虛假資訊去散佈仇恨 煽動年青人和市民出來參與這些暴動行為 其實禍害了很多年青人 亦對香港帶成很多後患 所以就著這個起底、虛假資訊、散佈仇恨 是否應該立法規管、加強打擊 我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 就著這個問題 我們民建聯早前做了電話隨機抽樣訪問 訪問了三千多位香港市民 超過一半都認為這些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以及超過一半市民都認為應該要立法打擊 所以我們民建聯就建議 政府盡快立法打擊網上的虛假資訊 雖然我們現在有了國安法 但我們看到其實黑暴有地下化的跡象 以及這些恐怖主義 其實仍然都在一些市民或年青人中間還在蔓延當中 為了進一步打擊這些恐怖主義 更加需要打擊網上的虛假資訊 為何針對網上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大家收到這些假的資訊都好 其實很多人都會便宜不能便宣傳出去 可能一分鐘已經環繞地球 所以網上的虛假資訊 傳播面是很快的 所以一定要立法去打擊 另外只是立法打擊虛假資訊是不夠的 我們認為散佈仇恨都是需要去處理的 尤其是針對公職人員 因為打擊這個起底 政府已經做了起底刑事法 在立法會很快便會通過這個法例 所以這三部份其實需要立法去打擊 但立法打擊也是不夠的 我們更加需要提升大眾市民資訊的素養 如何去分辨網上的資訊 以及收到所有資訊的真假 以及如何去判斷明辨是非 我覺得這個都很重要的 所以加強宣傳推廣教育也是很重要 除此之外我都認為政府應該要善用科技 其實現在也有很多一些科技公司 大學科研都在研究 去利用這些大數據、AI、人工智能 做一些分析 盡快去判斷這些資訊是真、假 以及傳播速度 讓政府可以盡早去應付 這些方方面面都是要做的 我們應該多管齊客去處理 另外我們也明白很多社交平台 都是傳播這些虛假資訊的 就是幫他們傳播了這些虛假資訊 所以我們認為這些社交平台 都要制定這些業務的守則 讓這些社交平台面對這些虛假資訊 都可以盡快去處理